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要的鱼,木鸭,小强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万爱家,爱种田的小强 哎,这次没毛病 哈嘞,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 这张地图依旧是鬼吹灯,鬼吹灯之什么什么什么是管他的 怎么反正继续往前藏就行了 那个开关,开关子还记得在哪个位置吗 记得,记得,在这楼梯口子 没有,其实咱们这个什么地心人可以直接忽视他们 直接就进去是吧 对啊,只要不看他的大眼睛就行了 走走走走,低头低头 哎,我先看这发射器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空档 走走走,直接往前走,小心点 不瞅他们眼睛的话,这地心人也是没啥用了 然后这边的战斗就没办法避免了,咱们准备好啊 我先,我先磕两条面包去 其实咱,咱们直接可以用那个加特灵就是站在河对面这样扫 远程消了吗 对啊,要注意,注意走位啊 这家伙还想过来啊 这家伙还想过来啊 战斗的事情交给我们啦 特别是这个什么,龙烟巨人我觉得特别难打 他的血特别厚啊 我都打一下老男兽啊 对啊,基本上一梭子的那个加特灵都扫不死他们 呵呵 哎,这边还暴露,还还还打死他们还会抱一套装备出来 我的天,什么装备 应该是那个穿穿穿了那个装备的野人吧 对 我看 我的天,这龙烟巨人我少了两梭子子弹哇,终于躺下了 我们应该离那个瞩目挺近了吧 差不多 哇,这左轮枪的那个伤害挺高的 我都发现我是不是用了一把这个假的钻石剑 对啊,这这这这 哎 吓我一口跳,我还以为没有弹药了 想靠近我老婆,问过我手中这把左轮枪了没 我怎么感觉我的枪好像老是很难打中他们呀 好,干掉一个,还有几个 那边还有这么多 哇 哎 你没发现这次改版之后好像这个什么 呃,这个机关枪,机关枪的那个扫射,扫射的速度变慢了 对啊,之前充之撑的,我的天 不行,我得近一点去勾引他们 我这家伙拿弓箭的打得也很疼 对啊,他手中是带那个什么火焰伤害的那个箭 哇,少都会怀疑人生 小小的野人,还想靠近我们 感受黑暗吧,咱们的弹用可是无限的 虽然说伤害有点低,但是,呃,这加特林少过去,他们根本就没办法进咱们的身啊 对对对对,可以推着他们 我先把背包里面不要的东西整理一下,哎呦 我捡了好多装备,哎呦我去,我丢了个什么东西啊 哎呦我去,他这个,射咱们一件不是难受效果了,会有一个缓慢的buff 缓慢buff,对 那就更加恶心了,还剩下两个野人 哇这家伙,哇,瞬间就看他换换了一身装备啊 对对,还还混成完备呢 对啊,现在咱们先围绕着这棵树,看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呗 这有个告示牌 告示牌上内容,内容是什么,哎,这里可以进去 他说这棵树,貌似就是出口 貌似就是出口,难不成这张地图就这样啦 不对啊,说好的东西呢 等会,等会,等会,我感觉这里是跑酷的 这里应该是跑酷的 走 那我去,我们不是来盗漠的吗,话说东西呢 东西应该,还没找到吧 这上面,这上面,我觉得这上面应该会有个箱子 不然的话,他那个藤蔓,作者不会把这个藤蔓这样设计啊 应该不会扇心病狂到这么无聊 哎,我去啊 哎,这里居然跳不上去啊 右键一下,看一下上面,上面有什么东西没 OK,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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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边看看 好像没有什么 哎呀,我去 没看到有箱子什么的,你有看到有箱子吗 没有 我再看一下,这边,这边上去 哎 哎 他不能一直跳到树顶上去吗 对啊 这就有点难受了 我看这边 这边一直撑上去也没看到有箱子啊 要不,你先在这里等我,我先下去看看 哪里还有路下去吗 这里这里这里 OKOK,我可就等你吧 那,那你那个,先到周围看一下,我,我直接跳下去了 嗯,嗯,好 等等,我好像看到什么东西了 有箱子啊,下面 下来就没有了,这张地图就结束了 哎呦,我操,这不是坑人吗,我天,说好的粉啊 东西呢 说好的宝藏呢 啥 这,这是在逗我吧 这将军屋是不是,在跟咱们开玩笑啊,我天 这什么,敬请关注什么,还有其他的系列 你,我觉得那树上面应该是有东西的,你看一下 我丑呀 你刚刚旁边都撑过了吗 对啊,我刚刚都跳上去,又见了一下,都没看到有箱子 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咱们就先那个暂停回来换 我们下张地图啊 ok,这压的有毒啊 不是说好的宝藏呢 咱们,咱们这可是捣抖啊 对啊,我,我看我们是被忽悠了 我都,我都无力吐槽了好吧 我也下去了,没有,上面啥都没有 来吧,来吧,咱们就先那个暂停回吧 小伙伴们,ok,ok 等我们一下,马上就回来 嗯 好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回来了 这张地图是那个什么,插战警,狼叔的记忆 相信,应该有很多小伙伴看过那个插战警啊 狼叔的话,怎么说呢,在咱们心目当中还是一个超级英雄,对吧 我现在变熊叔了 哎,等会,等会,你又换了个皮肤啊 是啊,是啊 这个不是熊孩子的皮肤吗 对啊,我刚刚也是用的熊孩子的皮肤啊,只是穿了钻石套 好了,那稍微看一下吧 此地图根据电影插战警改编,剧情并不一样 按任务提示放可过关 然后这边什么,电路较多可能会卡,乱七八糟的 然后,实质性的东西什么,此地图难度可能有点大 开什么玩笑,像我跟宝宝强两个高丸玩家 两个高丸 我是来抱大腿的 我们两个高丸怎么可能难得倒我们,对吧 像这种解谜一般的话,闭着眼睛都随便过了 然后这边什么,金刚狼睡在这里,脑中一直浮现出可怕的回忆 醒来之后第一颗记忆碎片 说了啥的碎片 说好的记忆碎片呢 没有吗 没有啊 只有一个孔雀石,加上四个烤拳机,两个星星礼盒,我分你吧 那应该就是刚刚那个孔雀石了,记忆碎片 我觉得应该是孔雀石吧 然后这边什么,金刚狼在雪地与剑吃虎站的时候 然后被暴风驴等人带到了叉教授的私人学校 此处为什么医疗室,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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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出去,皇制必看 好了,上一期咱们还在瓦牧这一期我们就做战警了 诶,这有个按钮 诶,好像 哦,上面还有个拉杆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 诶,那拉杆好像没拉到 诶,我去了,速度有点快 诶,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诶,这柳哥通道了 这边 这什么,秘密控制室 可以直接蹭进去呢 有 应该是直接能蹭的吧 等晚上,你看看上面速度有东西 拉一下,拉一下,你拉一下,我看 我看的不是很清楚 OK,拉到了 然后呢 然后这边有路了 诶,这边大门打开了 这什么 你在找什么 金刚兰耳边传来一阵什么 飘渺的声音 此次为金康什么什么惊慌失措 这东西能蹭吗 应该不能蹭吧 然后这边什么 空箱子去楼下 教授办公室 解锁此任务 楼下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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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下怎么去啊 脑波强化机 此层为三楼 那,那咱们需要去楼下 对对对 这边说要找位钥匙咱们 缺少钥匙 找的钥匙放在地心门矿上 我觉得这里应该有 有什么东西可以蹭下去 或者是这里有箱箱 箱箱 箱箱箱也看不到呀 诶,我还是蹭一蹭吧 我觉得也是蹭一蹭BJ靠谱 我觉得也是蹭一蹭BJ靠谱 诶,有点盛人啊 这边墙,墙都被我蹭完了 我天 怎么感觉 咱们俩好像智商不够用了 你 这个 这个B装的有点大法了 钥匙呢 诶,这里有个拉杆你拉过没跃 这个,这个是控制灯的 就这么简单的 诶,钥匙我看一下 这边还会有东西啊 这里面还有东西吗 应该没有了吧 我进去蹭一眼 没有了呀 那就应该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蹭进去的 这不对啊,这一面墙都被我蹭完了 我天 可以只蹭蹭 不不不不不不那个对吧 我现在要进去 可以的 诶,我去 诶,不对劲啊 总感觉哪里不对一样 诶,等会 诶,怎么了 我发现拉梗了 诶,上面上面上面 诶 这有个东西啊 然后里面一个开关 嘿嘿嘿 开什么玩笑 能难倒我们两个啊 像我们这种解谜小王子对吧 对啊 下上 这什么啊 我们现在是 拖往楼上的电梯坏了 需要电力士维修一下 因为害怕联机王什么什么什么 被开走召唤电梯来 咱们先下去 先去楼下 这什么 电梯修好了 让房主自己楼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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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东西啊 会露下去导致卡关 我天 这什么 滑动方块Bug 厨房主外 什么什么 从这里爬上来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吧 到处看一下 这边也是需要钥匙啊 钥匙的话被小淘气带去带去了食堂 拉电厂 拉电厂 这里是书房 走 先去食堂看看 这边有个按钮 这边有个按钮 这按钮是干什么的 按一下不就知道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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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到一个拉杆了 我来啊 你按你按你按 OK 看一下哪里打开了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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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个箱子 一个开关 开关放在那个地心门框上面 千万不能放就了啊 这这这种错误我已经 啊 发生了很多次了 这就很尴尬了 发电厂 小淘气贪玩将发电装置弄坏了 找到缺少的零件开关 放到灭了的电石灯上修复顶层的楼梯 是什么找到缺少的零件开关 开关放在那个什么电石灯上 电石灯是 电电电电石灯上 哪个是电视缺少的 这个 我这个这个这个 把把这个点亮就行了 找到开关开关应该在这里没有 咱们咱们还没有去那个书房 书房这边看一下 去书房研究一下吧 说不定书房里面有一些什么 呃带有颜色的 书房呢 带走带走带走 带走 果断的先带走啊 有发现有伤了吗 诶话说一个妹子都没有的吗 这设计啊 诶 很有可能这个小淘气就是妹子 也有可能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发现 诶我靠 诶 这不是又要蹭蹭 书架应该蹭不进去吧 我看我去门口看看 试着你没看到有什么东西啊 还有什么吗 那边是去往一楼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通道 这边什么 天台 去天台看一下 走 跳出去会卡关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你应该看这样就是没啥特别的了 这这这这有个那个 一个一个推拉币 这个撸不掉 哇 哇他这个这个这个喷泉见见得挺漂亮的 诶 他是见得有点假的 我去玩一楼 咱们要不要去一楼看看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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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铁都没修好啊 一楼可以下去吗 我刚刚刚看到这边 诶 这这这这这就尴尬了 咱们咱们想 还是老老实的去去去去去 到处找一下钥匙吧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应该 应该是在 是在这个书房里面吧 可能在某一个角 诶 找到了找到了 哪呢 我在感应方块里面 感应方块里面 对啊 哦 可是我们两个 跑来跑去找我 天 咱们两个那个智商不够 不不不 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 没错 对对对对 没方便 差不多了吧 放到灭了的电灯上 修复通往顶层的楼梯 咱们可以去顶层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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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上 上 再上 再上 你那边了 好 这什么 这顶层了 这边招招招的话 别别别别 然后这里 招招招 好像好像是招什么东西 一样 咱们先上去 待会找不到 下来找 哇 这里又需要两把钥匙啊 要不要下去找一下 应该是不用招的吧 哎 普通压力板 那这边呢 还是咱们要先进一个地方去 锦绍塔 然后这边没有什么提示 咱们就 哎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打开开关通往一楼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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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会打开 赶紧进 赶紧进进进进进 赶紧去找插教授 是 应该是开这边吧先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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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从这里上去 上来之后呢 这里有个箱子 哎一个开关 哎我靠 就一个开关吗 对啊 这开关应该是开 开那个旁边那个铁门的 对对对对对对 走 打开 然后一楼的那个通道已经打开了 我感觉好简单啊 对啊像我们这种解谜小王子 一般闭着眼睛就过去了 不作者是在逗咱们俩吧 哪来的难度啊 应该难的地方是在下 哎 怎么了 我刚好像蹭出去了 哦是下的手是下的手 接着下 哎 这边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 打开了打开了 OKOK 这什么 要打开办公室门需要去此层 每个房间寻找线索 寻找线索 两个牛排 哎这还有个后院 后院你进去看了吗 这边是前门 完成任务后 什么什么解锁啊 不能放按钮 这边也是完成任务后解锁 这什么 这什么 史考特勤 葛雷 什么鬼名字啊 好好考 这什么 此房间任务箱子里面放入烤鸡腿 别乱放东西放进去就别拿出来了 赶紧去其他房间再看看 放箱子里面放一个烤鸡腿 你身上有烤鸡腿吗 有一个 放一个烤鸡腿进去 那放进去了 这边是什么 人物介绍 想了解更多具体 请观看插产镜 什么什么什么 湿考特 又名激光眼 双眼 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 对面这边是什么 诶玛丽 妹子的房间 诶妹子的房间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好香啊 看我們這是不是有點 這是什麼啊 呃爐子裡面放生魚別偷吃 放鹿別拿 你身上有生魚嗎 沒有 就靠拳擊就有 喂 這裡還有裝石劍 拿不下來的 看吧看吧 這這這瑪麗就是小淘氣啊 沒有 在插插冒徑裡面那個小淘氣 馬力 跟他人有肌肤接觸 且吸收他人生命力 變種人的能力 這個厲害 是誰來的 我忘記了 我都看了有一兩年了 凱瑟琳克 應該也是個妹子 看一個早開關 找开关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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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就在这里了吧 这有两个罐子 这罐子能不能打开了 打不了 蹭进去了吗你 我拉开一个拉杆 然后外面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啥变化都没有 等会 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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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好像没没没什么反应啊 拉扎 看一下其他的房间里面有有有什么变化呗 走 不对呀八比约翰的房间 找低洞哦哎这里应该可以撑撑了 你找到低洞了 没有啊他他提示我找低洞了 冠特 这有个压力板啊 踩一下 那边发生了什么吗 我踩踩了一下压力板啊 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等等 这房间好像透露了什么 宝宝墙你过来看 一朵菊花一个萝卜 有我的天 只可意会不可描述 我这是谁住的 好可怕 哎 这边是什么 这个房间就比较厉害了 按钮在哪里能找到吗 开什么玩笑找东西什么的 确实是个难题 我看看啊这边能跳上来 等会 这有个箭头符号指下面 看到没 可以称称吗 哎这是不是有 这下面有箱子吗 好像是好像没有哎 也没打开啊 箱子里面也没看到有什么东西啊 这就尴尬了 这就尴尬了 蹭蹭也蹭不进了 不是啊 它开关不会是藏在这下面吧 也没看到有开关啊 这下面 这样地图不会是 不会是上读图吧 哈哈哈 应该没这么读的吧 看看对面 对面这边什么 巴比约翰 那个地洞 哪哪哪 啊 找地洞了 到处先蹭蹭再说 不是 咱们俩是黄山吗 进洞就钻了 转不下去了 哎 没什么反应啊 动呢 我看我挑上床上去看看 没动给咱们钻啊 现在想做点黄山的没地方做了 对啊 结果样子就很难受了 哎 大兄弟这就有点叫做了 哈哈哈 好了那么 咱们要不先结束这一期吧 OK 我觉得得缓一缓 下一期再过来找 没有 其实我心里面想着什么 你应该懂 哈哈哈 小伙伴们应该也懂 好嘞 那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的视频 就暂时先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小伙伴们 收看喜欢我们的视频 一定要订阅我们哟 好嘞 小伙伴们如果有啥好的建议呢 也是可以评论在视频下方 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